那各位老師 大家好 現在我們開始接下來的研討會 讓我們以掌聲熱烈歡迎我們的主持人 陳麗魯克獨老師為我們主持 徐校長 然後我們正鋒老師 還有我們現場所有的數學老師 大家午安 我是桃園市的高中課程都學 陳麗魯 那很榮幸可以參加這個數學科的 數學的這個研討會 我沒有要介紹桃園 因為今天重點不在我 而是在老師的身上 那也很覺得很感佩數學學科中心 辦一個這樣子 在不同 在北 在南 辦一個可以讓各界的數學老師來交流 而且很重要的是 數學學科中心用了不同的事例 把素陽導向的課程 讓現場的數學學科中心的老師 做出來分享給我們現場裡面需要的老師 那又經過有一個更完整的課程說明 那可以跟現場的老師對話 甚至於提供了他們很精闢的資料 那我這邊呢 第一個當然要先介紹我們正鋒老師 我想大家都應該蠻認識 這位很棒很棒的數學老師 得過了無數的獎 我剛剛還Google了一下 這老師 正鋒老師已經退休了 然後原來是在竹男高中服務 那光是學科中心 我查一下有37篇 他的專論 那我看到這樣的數學老師 真的非常感佩 我怎麼沒有給這樣的數學老師教 不然我就不會念英文系了 可能改念數學 那在這個新課綱的過程中 也許學科跟學科之間 可能都認識自己學科的東西 那大家聽到一個英文科老師 在介紹這個數學的 我在看他的老師的資料的時候 我有一些就是我想要結合新課綱的東西 也就是108課綱的前面跟老師現在做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關聯 其實不是只有跨領域那三個字 我從老師編寫的東西裡面 我看到的是 老師是以學生為主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做了一個很好的典範 其實在新課綱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學生跟學習 而學習是要成為一個終身的學習者 我們應該要掌聲的 這個要給老師鼓掌是 他成為了一個終身學習者的典範 請大家鼓掌 真的 我們是不是希望我們的孩子 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果你教的數學 他學會了 他可以能夠運用 可以學習遷移 那麼數學就真的成為了科學之母 那在上一場的演講裡面 我也聽到了老師說 數學不是教算式 不是教能力 他說數學要教孩子的 是那個邏輯 是那個道理 而那個邏輯跟道理 就是數學的思維 那數學的思維 對數學老師來說 可能反正A到B就是這樣 可是你要想想喔 不是所有的老師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您的思維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思維 用語言 用文字 用圖片 轉化成 現場孩子可以學習的 那麼孩子學會了數學的思維 叫學科思維 那麼他一定可以把數學學得很好 今天從老師提供的文本裡面 看到老師他從證明了數學為科學之母 他從保險 大家都很在意的財經 從正央 正央是地球科學 從天文 從各個方面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從我們人生的生活中 告訴我們說 數學跟我們有多重要的關聯 那我們就掌聲 熱烈歡迎我們的鄭鋒老師 來為我們這個專獎 謝謝鄭鋒老師 謝謝科督 謝謝校長 謝謝各位老師 今天來參加這樣的一個演習 我在想 我們的新的課綱裡面 要將這個跨領域課程 融入這個課程裡面 我大概需要怎麼樣的思考方式 來做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在想說 一開始有這個起心動念是 鄭鋒老師說 GPS可以做 GPS這個可以做 我就想到說 台灣目前每天 有好幾百萬人 開了Google Map 開了導航 那幾百萬人當中 都使用到GPS 可是GPS的原理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好像 不太容易從物理的觀點去講 因為物理跟通訊跟電機 他們涉及的領域的話 數學這方面的學生 可能沒有辦法了解 因為它裡面 還有蠻多的道理在裡面 可是我們從數學的觀點來講的話 GPS就是一個 一個球 有關球 有關高失效率法 有關這個 這個距離的計算等等 那這個從數學的觀點上 來瞭解的話 GPS好像是一個 比較容易切入的方向 所以當時鄭老師跟我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思考說 我其實可以做這方面的東西 來讓學生 高中學生 能夠對這方面 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因為已經 那麼多年 最近幾年來 Google Map的進步 非常的快 所以 我們坐在高鐵上 或者坐在火車上面 我們打開Google Map 我們知道 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我現在到哪一站 我現在高鐵站到 到新竹了 過了新竹 旁邊是中港溪 旁邊是這個水庫 然後再過了山洞 就到苗栗站 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非常 有用而非常科技的一個儀器的話 如果 我們沒有一個課程來 讓學生了解到Google Google Map 它這個 這個GPS的功能的話 好像是很可惜啊 所以後來就 就 花了一些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這邊是一個動態的模擬 就是說 假設有一部汽車 它在地球表面 行駛 然後呢 空中有四顆人造衛星 在那邊 運轉 人造衛星運轉速度 是很快的 然後呢 衛星不斷向汽車發射訊號 然後汽車收到了 這個接收的訊號之後呢 它就可以算出 這個人造衛星跟 這個汽車的距離 有了距離之後 就可以建立一個球面方程式 因為這邊比較淡 可以建立一個球面方程式 有了球面方程式 就可以取聯力方程組的解答 當然 有些解答是 數據是很麻煩的 它必須要用到計算機 它有辦法解 最後面呢 就算出了這個點的坐標 然後也算出了這個計時偏差等等 那 然後它在比照 比照圖庫 它的坐標 比照那個圖庫 那個圖庫是標高多少 然後它就爆出你的 你的高度是多少這樣 然後呢 就給你一個非常正確的 你的位置這樣 我們發現到汽車裡面 它沒有聯網 它算出來的這個計時偏差比較大 所以汽車導航是比較不準 它比較沒有那麼準 但是手機的導航 它有聯網 它有聯到監測站 所以呢 它手機接收到的訊號 它是有經過修正的 所以它比較準 比較正確 那我現在就想到說 以高中學生可以了解的一個情境 我們來說明GPS的這個原理這樣 我們先看一下GPS系統的 目前有四個重要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是美國發展的 那中國它有一個北斗星 然後歐盟有一個全力列 那俄羅斯一個國勒納斯系統 目前涵蓋全世界的所有區域的 就是GPS跟GPS系統 這個有涵蓋了全世界 其他還沒有辦法完全這樣 我們來看就是說 GPS系統的話 目前它包含了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主控站 有四個監測站 監測站在不同的地方 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然後它至少要24顆的人造衛星 但是目前運轉有31顆 然後它的飛行高度平均大概是2萬公里 最低的有幾百公里 最高的2萬4千多公里這樣 那不論什麼樣的時間 我們朝天空上看的時候 就可以接收到四顆人造衛星的訊號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然後GPS的主要功能在哪裡 它是有受死 就是給予正確的時間定位 就是幫你定出你目前的坐標 然後導航 那就是如果你到哪裡去 引導你到那個地方 那個目標 我在想說 我們可以告訴學生的就是說 人造衛星假設是A 它傳送到手機的資訊 有四個資訊 X Y Z 就是人造衛星的位置 然後X1 因為人造衛星它用的是原子鐘 它是用的是原子鐘 當然我跟各位老師都差不多是一個數學老師 有的奠基的地方我不是很懂 然後我就請教一位 專門生產導航的這位專家 他非常內行 所以我的問題經過討論之後 他馬上告訴我說不對 不是這樣 要怎麼做才對 他在國內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導航的生產單位 生產公司 叫朱博士 朱順宜博士 他在 我在書裡面有把它列進去 他給我的建議 所以手機的資訊 他那個衛星送來的資訊 A衛星它就X1 Y1 Z1 S1 X1是送出訊號的正確的原子鐘的時間 然後那手機目前的資訊是X Y Z跟R 那個X Y Z是前一次的資訊 他送過來的時候 他已經算得的前一次那個手機的坐標 新的還沒算出來 然後R1是他目前他接收到的衛星訊號的時間 那這樣的話 有他送出的時間 有接收的時間 就有時間差了 所以時間差的話就可以幫我們算距離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手機以衛星上原子鐘為準的計時偏差是B 這個B還是一個假設的數 就是每個手機 他都有計時偏差 計時偏差產生的原因有很多 比方說空氣的密度啊 空氣的溫度啊 氣壓 經過的雲層啊等等 都會影響到他計算時間的偏差 所以他把這個計時偏差當做B B其實是一個變數這樣 然後A衛星到手機的距離的話 他的算法是這樣 就是他接收的時間 扣掉他送出的時間 再扣掉計時偏差 乘上光速 那就是他手機跟那個人造衛星之間的距離 那一顆人造衛星它可以產生了一個距離 所以產生一個球面方程 這球面方程是假設的喔 它不是一個真正的球面方程 它是假設的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個 然後我們可以根據第二個人造衛星 第三顆人造衛星 第四顆人造衛星 可以建立四個球面 那我們在跨領域課程裡面 這一個部分 是因為11B 就是二年級的下學期 第四冊 他要講到球面 各位老師有沒有發現到 今年高一的地理 已經沒有講經緯度了 老師有沒有發現到 B老師有抱怨說 今年地理以往都放第一冊 有經緯度嗎 今年沒有了 他說未來要數學老師來教 所以我們的責任又很重了 我們在第四冊裡面 第四冊的後面 在圓錐曲線後面 就必須要教球面方程式 跟經緯度 地球的經緯度 好啦 那我們就在這邊 也是跟球面有關係 如果我們有四個球面方程 這是已經修正過的囉 因為有計時偏差把它剪掉 四個球面方程 它有四個位置數 因為每一個計時偏差 不太可能是一樣的 每一個時間 每一種天氣 它計時偏差都不一樣 然後 我們要算的是XYZ 是手機的XYZ三個座標 然後我們要算的是計時偏差 所以有四個位置數 那我們需要四個人造衛星的資料才可以 我們不可能去量每支手機的計時偏差 但是如果把它當成位置數 多一顆人造衛星的資訊 有三個變四個 就能解除四個位置數 數學家其實很聰明 非常聰明 這個可能是比其他研究其他領域的人 更能夠把方程式的這個運用 套上用 它的原因是說 我寧可讓人造衛星多一顆運轉 Cose up 然後我讓全世界的手機 節省很多的精準的計時 就是Cose down 它認為這樣 所以它只要把人造衛星那邊的設備弄好 那手機的稍微接收的設備 不是那麼精細 不是那麼好 也沒有關係 它可以靠著方程式把它解出來 只要多一顆人造衛星就可以 這個是 當時我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 想很久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 沒有把它弄清楚 後來朱博士 因為他是貝爾實驗室裡面出來的人 他很清楚 在足克他算是很厲害的高手 他說不對 他說這個不對 他說這次偏差不是常數是變數 所以四個變數四個方程去解 這個時候 因為P在四個球面上 所以不可能無解 這個不可能無解 然後有解的存在性跟微性 有兩位數學家把它證明出來 那當然他們是有另外一個領域的證明 如果衛星超過五顆的話 它還有用fitting curve的方式 就是那個最適合方法 就是最小平方法 類似這種原則 比方說 這顆人造衛星跟地球的距離是多少 它算出來x1座標多少 這顆人造衛星到這個地球 到手機的距離多少 算出來y座標多少 它還是用配的 它用距離去配那個 配那個座標去做最小平方 然後如果五顆人造衛星 它如果收到五顆的話 它還會自動的用最小平方法 類似這樣的方法去算出來 那個更精準的座標 但是我們在算這個座標的時候 數學軟體是很強的 我等一下算給大家看一下 它很強 方程師給它了 它馬上就幫你解出來 而且解得很精準 我是用maple去解 在新竹科學園區的話 maple跟MathLab用的最多 工程師 我跟他們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說 他們都用maple跟MathLab 它用的非常多這樣 然後主要還是監測站 監測站有很大的功勞 它會修正 它會修正當時的天氣啊 密度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做出來的誤差就比較少 他說 GPS的話 如果四顆衛星 它算出來的距離 座標偏差不到10米 不到10米 所以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看說 這個聯繹方式怎麼解 像這樣的有X有Y有Z 然後有B 都是二次方它怎麼解 那麼這個就不是我們在三度空間 可以繪圖畫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這裡也沒有畫圖 那我們可以告訴學生的就是消去法 就是消去法 我們把二次方消掉就是1-2 2-3 3-4 這樣就有三個根平面 所謂根平面就是 兩個球它們相交 有一個圓嘛 那個圓所在的平面 我們就把它叫根平面 它可以做三個根平面 那各位老師或許會想到說 那我可以做更多啊 我7的4取2啊 我兩個兩個相減 我可以做六個根平面 沒有錯 你可以做六個根平面 這時候我們可以告訴學生什麼 你1-2 1跟2都用到了這個球 2-3 2跟3都用到這個球 3-4都用到這個球 所以你已經有三個根平面 雖然有四個位置數 可是你已經把所有的球的條件都用上去了 我們知道兩個球相減 它的交集會在根平面上 可是根平面上的所有點有很多 不是只有兩個球面交集的那個圓 不是只有那個圓喔 它平面上有無限多解喔 那你這邊只有一個圓喔 所以當我們兩個球相減的話 這個的根跟這個的根 都落在那個根平面上 所以三個根平面就OK了 三個聯義方針組就OK了 那這個三個聯義方針組 長得如果是像這樣的話 我們用高思消去法解就可以 就是我們高中生可以做的 因為你看到球我們是 鑫刻鋼裡面一定要學的對不對 高思消去法也一定要學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我想很久 這個東西是可以加的 如果我們把數據變得漂亮一點 這個加入是很可行的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們用它用太多了 對不對 可是我們了解原因的人太少了 天天在用Google Map 都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課程融入的話 那會讓學生了解到科技的進步 跟我學的數學是有相當大的關聯性 那各位老師會說 那你只有三個啊 三個方針組不夠解啊 我們在解那個高思消去法的時候 我們是講矩陣的時候講rank 講字嘛對不對 它的rank就是3 所以你把它解了六個根平面帶進去也沒有用 它經過高思消去法 消到最後面只有三列不為零 所以rank就是3 然後呢 它位置數的個數是4對不對 如果有解的話 就是增廣矩陣的rank跟這個 係數矩陣的rank一樣就有解了 但是如果它的rank3 位置數是4 這樣的話就無限解 就是位置數的個數多於那個 那個增廣矩陣的跟係數矩陣的質的話 那就會變無限解 好那也沒有關係 他們學電機的他也很厲害 那也沒關係就讓它解 然後它只能解的那個無限解的參數式 然後再把那個 把那個 把那個 把那個參數式帶入這 當中的一個球 這球解出兩點出來 因為它刺穿一個球面 所以把那個參數式 類似直線但是不能講是直線 因為它是四度空間嘛 有四個位置數嘛 又不是三個位置數 可是我們把它帶到 把那個帶到裡面去的時候 帶進球面方程的時候 通通都是變成B的二元一次方程式 那可以解了 那可以解的兩組解 那消掉那個錯誤的解 就是正根 那我們就得到解答這樣 好 那 那 這個東西是用Maple去解的 Maple解方程式它也很簡單 它只要打一個sore就可以了 它只要打一個sore就可以了 然後呢第一個球面方程 第二個球面方程 第三個球面方程 第四個球面方程 用把它大刮斧刮起來 然後你要解的位置數 又刮斧刮起來 B X Y Z這樣 給它跑一下就出來了 換句話說 GPS它的運算的能力是很強的 Maple都可以算了 它們更厲害 它們有更多的計算的軟體 可以算得非常快 所以它立刻算出來 但是呢 這裡面有兩組解答 因為它是把B的一次方的參數式 帶入球面方程 球面方程是二次的 所以它產生的B有兩個答案 一個是10的-18次方 一個是-7次方 可是你要知道光速這個東西 是很快的 3乘10的8次方米 對不對 3乘10的8次方米 3乘10的8次方米 乘上計時偏差 10的-7次方 它的偏差就45米了 那麼這個東西雖然是真根 很容易判斷它是不對的 這個不對 然後我們就得到那個座標 這樣子 我們假設 剛才那個 這個 我看 等一下 這個是用Maple去解的這個 這個 用球去解的結果 然後呢 這個的話是用根平面去解的結果 根平面只有三個 兩個球相減得到一個根平面 每個球都被減到 也只有三個根平面 可是這個根平面 它是一個參數式 它是B的參數式 所以它就會出現B等於B 然後X等於多少加多少B 然後Y等於多少加多少B Z等於多少加多少B 就這樣 那這個要求得真正的座標 就把它帶入原來的 任何一個球面 就得到了 我在想就是說 目前我們講一場計算機 計算機融入教學 其實應該讓學生了解到 那個計算機的厲害 真的應該讓他知道說 現在已經是很 這個計算的功能 各種軟體都很強 我們在讓小孩子玩手機的時候 不妨讓小孩子體驗一下說 這個數學軟體 它真的是很厲害 已經超過我們想像中的 甚至一向維園方程它都會解 它解得相當好 那我們今天還 還有人在抵制說 用計算機教學 學生計算會變弱 這個很可惜的事情 為什麼 怎麼會變弱呢 它能算更多東西怎麼會變弱 當然是變強 怎麼會變弱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官員 他對這個計算機 加入考試 他有疑慮這樣 可是我們要讓學生 真的要讓學生了解到他的進步 好 那我現在就是用 假設計時偏差為0 假設計時偏差為0 然後我就直接去解那個 直接解方程式 就解四個球面的焦點這樣 大概是這樣 四個球面距離都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建立四個球面的方程式 然後利用四個球面方程式去求解這樣 從這邊去求解 然後就直接解出來 那四個沒有計時偏差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直接解出來 我說明一下 這個是三個球 三個球 三個球為什麼 還不夠去解一個GPS定位的問題 因為球面的話 它三個球 它的焦 它的那個 我把球去掉 它剩下圓 三個球 兩兩焦在一個圓 可是啊 三個球面方程 你去消的時候 你消起來的三圓一次聯力方程 rank只有2 就是你1-2 2-3 就兩個平面而已 就兩個平面 那這兩個平面的話 它位置數有3 所以它一定會有參數式 參數出來之後呢 它帶進球面上去解 就一定有兩點 這個也是三個球的焦點 這個也是 不過這種東西去掉 為什麼 它一定是很高 這個很低嘛 所以它如果要刪掉這個正根的話 是 不是一件難的事情 就馬上就把這點去掉 剩下這點做掉 可是四個球不一樣 這四個球啊 它的焦點 因為它位置數只有三個 XYZ只有三個 可是它四個球 所以它消掉的時候啊 就會變成三個根平面 1-2 2-3 3-4 就三個根平面 三個根平面的話 三個位置數 它就可以焦在一個點 讓各位老師看一下它的焦點 因為四個球嘛 它C的四球就有六個根平面 六個根平面 它這邊就六個圓了 但是啊 這一點啊 就是手機位置的這個點 是六個圓的焦點 那這個呢 三個圓的焦點 那這個也是三個 沒有一個是六個圓 只有它 只有它一個 只有它一個在四個球面上 其他都不是 其他都沒有辦法在四個球面上 那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東西 因為GGP的三度空間 繪圖能力很強 我們其實要讓學生早一點接受 那它到研究生 它當博士生 它還是可以用到 因為你看啊 我們在學高等微積分的時候 它那個GGP的三次 三次函數的那個XYZ的平面 是很容易畫出來的喔 什麼地方連續 什麼地方不連續 一看就看出來 所以我覺得 把計算機融入的話 要從我們開始做起 我是比較 比較GPO一點 我在學校裡面 每一個教室我都灌了 因為我在 我帶著那個 資訊教室 我就直接到 SERVER裡面 就把GGP啦 MAPLE啦 整個灌在學校裡面 那個MAPLE全校買的 就比較便宜 大概7萬多全校都可以 可以用這樣 GGB的話 灌一次 每個班級的電腦都可以用 它關掉了 重新開機 還是跑出來啊 那老師不用帶電腦 他才會 有想要用電腦來教學 如果老師每一次 上上課都要把筆電開一次 要收一次 要背著跑 那老師 教幾次老師就不想用了 所以 我們在我們學校 我們是每個班級都管 這樣每個老師都可以用 每個老師都歡迎大家來討論這樣 這樣的話 對學校是比較好的 像這個的話 你四個球的焦點 為什麼只有一個焦點 那就容易看 你三個跟平面 如果沒有平行的話 它的行列是只不為零 就一定是交在一個點 而且呢 如果它要 無限節的機會還不多 因為人造衛星啊 它不太可能 這跟四顆人造衛星 跟P在同一個平面上 這很難 因為它跑得很快啊 它就是有在平面上 一下散就過了 所以它四顆人造衛星 很近的機會也很難 為什麼 它高度不一樣啊 有的在兩萬啊 有的在幾百公里啊 有的在幾千公里 它的位置的 那個人造衛星距離球星的 那個高度不一樣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它要造成那個 四個球的焦點 是無限多節的 那個機會很少很少 絕大部分都是一個節 你看就只有這個節而已啊 六個圓的焦點 其他都沒有 四個圓的焦點 其他都沒有 好 我們常常 教學生解方程式 有時候也真的是 做給學生看一次 它印象會非常深刻 如果我們做一次都沒有 我們甚至沒有讓它接觸到 它很可惜 它在高中裡面 它接觸不到跨領域的這個學習 這樣 好 我們再跳過去看下一個 這個直接解 或有三個根平面解釋 一項就解出來 Maple最大的缺點就是要錢 就是我們要用它就是要錢 要繳錢啊 這個很麻煩 那不然的話 它用起來是很好 但它的繪圖功能是不太好 繪圖功能不是很好 那各位老師會覺得說 那這個數學軟體的話 是不是很強到很強 也沒有耶 也沒有 有時候自己 我們自己要會用它 舉個例子來說 那個卡丹公式 卡丹公式的Maple是解的很好 非常好 我發現到 我發現到 教師手這裡面有的寫的是錯的喔 然後 這個是四次方 稍等一下 我寫一個三次方的 那個卡丹公式 就是喔 那 在解的時候啊 你看啊 這邊有I 有虛根啊 有I 那這邊有I 然後這邊打一個斗點 我們就認為說 喔這是虛根 不是呢 卡丹公式有隱藏根 有隱藏根就是說 這個化檢出來的 多少I加多少I 跟這邊化檢出來多少I加多少I 這兩個I去掉 所以卡丹公式在解的時候 我們如果按照那個 教師手冊的那個公式去解 你會發現有困難 覺得好奇怪 其實不是 因為這邊 三次根號的這個 當它 有理化以後 它這個I跟這個I 是可以消 它是可以消掉 所以最後面 如果我要解十根 你看起來三個都是虛根 那就很奇怪了 你看 這個有I 這個有I 這一個虛根嘛 假設你把它當虛根 這個有I 然後這個有I 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有I 第二個根 第三個 這個也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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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三個虛根了嗎 十七次方程是怎麼會有三個虛根呢 不對啊 那不對喔 換句話說 它就是有辦法把那個I給去掉 最後面會呈現十根 我解一個十根大家看一下 我這樣解出來 那老師們會覺得說 虛根變十根 那你怎麼做 要數位變成數位解 就是把公式解變數位解 那打一個0 打一個小數點就好 3 你打一個3.0就好 它就接觸到你要數位解 它就把你解成數位解 所以這三個其實都是十根 你看啊 那個x三方 它原來的這個x三方 x三方的話是這樣的圖 減6x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就變成這樣的圖 然後加3 加3還是 跟x我還是有焦點 所以它還是有三個十根 像Maple它解三次方程 就覺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棒 可是啊 你看一下它解四次 就會鬧笑話 怎麼樣會鬧笑話 你看它 我是下一個指令說要它解 要它解這個方程式 我要的是公式解這樣 它就告訴我說 它的解答就是這個方程式的解答 就好像我說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在哪裡 高雄國際會議就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那邊 它就出現這樣一個很奇妙的這個笑話 那像這樣的東西 很多數學家都認為不可能 但是我們用的情形就是這樣 它沒辦法解 但是數位解呢 我只要加個點零就好啦 數位解沒有問題喔 數位解兩個十根兩個須根 你看這個是一個十根 這是一個十根 這是一個須根 這是一個須根 然後這是一個須根 數位解沒有問題 就是公式解 換句話說 卡丹公式解 梅伯是會解的 費拉里公式解它是不會解的 費拉里公式它不會解 一元五次以上更不能解 因為卡丹公式解 因為卡丹公式告訴我們一元五次 一元五次以上的方式 他沒有公式解 所以四次五次以上他就不要解 他可能認為花很多時間在解這個 可能對他來講他也不是很罰算 所以他沒有辦法解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們自己要會用它就是了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經過這樣的四個球面方程 沒有計時偏差這個情況下 解出來的就是一個解 這就是一個解 然後呢 人造衛星不斷的發射訊號 然後我們的手機啊 接收設備不斷的收到計算 連網之後計算 那他大概多久算一次 多久定位一次 一秒鐘 我就是有連網的話 一秒鐘就重新定位一次 然後比對圖庫系統 完成定位功能 達到導航的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在GPS這個內容的話 我們是可以加入高中的數學課程裡面去 讓學生 當然數據要設計好一點 這樣的話 讓學生提早了解到 他的一個很聰明的一個計算方式 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來講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個題目也是在跟著曾老師在做這樣的一個 課程的時候 他給我的建議 雙曲線 雙曲線 在我們高中課程裡面 很少應用 很少應用 就是我們要跟學生解釋雙曲線有多麼 是有多麼大的好處的話 我們不太容易解釋 大部分我們在講雙曲線 大部分我們在講雙曲線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做定位 假設一個船隻 它這樣航行 從這邊走到這邊 它可以用三個雷達 我們台灣的船隻 我在寫這裡的時候 我也請教一個船長 請教一個船長 他當過雷達戰的戰長 他告訴我說 喔 這個 只要你的船隻進入台灣的海面 你進入喔 你只要發射任何的無線電波出來 你就被掌控 就被定位了 而且加上一個編號 像我們苗栗那個地區 苗栗那個地區 我們尖筆山有一個 飛彈部隊雷達戰 陸圈的 通宵 接近那個火炎山 那邊有一個陸軍的雷達戰 他也是飛彈部隊的 那他兩個就是控制近海 還有一個是最厲害的 在那個苗栗跟新竹的交界 樂山雷達戰 那是空軍的 那個最高 那陶竹苗全部在掌控 所以他是說 你船隻一進入 你只要發射一個訊號 我馬上給你定位 給你一個編號 你已經被我掌握了 那個 那個 他說 他現在的 船隻 他導航 有三個 三個功能 我們以前都沒有去都不知道 他導航的話 左邊的 這個 就像我們汽車導航一樣 很清楚的喔 那個 進入 基隆港的時候 那個路線 哪一個碼頭 哪裡有礁石什麼 左邊都是這樣 右邊的就是電子雷達 就是導航雷達 他會引導 現在導航雷達也很進步 他 他 面對我們一直接近的目標 他是紅色的耶 他會出現紅色 然後遠離我們的目標 他出現綠色 這個已經過了 沒有危險性 他是綠色 導航雷達現在已經很進步了 他還有一個聲納系統 聲納是管水面下的 那 這個 GTS那個是管海面上的 然後那個雷達是管整個空間的 所以他現在導航的設備已經非常進步 那他的基本原理是什麼呢 我就想到用雙曲線來解釋這個現象 他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雷達站 這一個雷達站 這一個雷達站 那兩個雷達站 都向他發射一個特殊的訊號 然後碰到折回 碰到折回 就有 就可以測距離了 就像我們在高速公務上 一個警察拿了 拿了一個雷射槍 對著你的時候 就是量你有沒有超速的時候 就類似這種功能 那他可以 這個時間差 他到達這裡的時間差 就A發射的電磁波回來 B發射的電磁波回來 他的時間差就算的距離差 因為他這個是以雷達本身的時間為準 所以沒有那個計時偏差 他直接算距離 這兩個距離差是固定 我把它停一下 就可以算得雙曲線 假設這個距離 到A的距離 以及到B的距離 已經確定了 兩個相減差多少 就可以決定一個雙曲線 比方說AB的雙曲線 是這一個 AC的雙曲線是這一個 有綠色的 我把它遮掉兩個 AB的雙曲線是這一個 這綠色這個雙曲線 這一個跟這一個 以A跟B為焦點的雙曲線是這一個 然後BC的雙曲線是這一個 它利用三個雙曲線的焦點坐標 就可以你看 它就會定位啊 你到哪裡都給你定位出來 雙曲線的焦點 所以它不是一個難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 航海識別區 每個船子都幾乎被空 所以它很容易掌握 所以它會送 他們雷達站會送資訊給它 它就接收到自己的坐標 所以它其實就是可以 可以很順利的在導航這樣 好 那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個非常的謝謝鄭鋒老師 帶著大家從GPS 然後很生活化的把它轉化成 如果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學生 從他生活中裡面的設備 然後跟數學之間的關聯來思考 那也剛才提到了計算機 或者其他的APP的功能 的確是我們教學現場 我幾年的教誤 有發現有些老師可能就拿著講義 開始教 我這個講義可能是若干年前 他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在數學老師的眼光裡面 他說學生就是程度不好 可是 真的孩子是程度不好嗎 好 那也許就像老師說的 他說我常在想 我怎麼拜孩子想 那個想的過程 就是帶著孩子 能夠進入數學的世界 那數學的領綱裡面寫的嘛 數學學科本質化簡為凡 精確完美 但是化簡為凡精確完美 是一個結果 那這個世界並不開始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如何讓孩子看到 也許我從一個這樣的方式 可以導入這樣子 那才是數學最重要的精神 那也就是數學能夠幫助很多科目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資訊啊科技啊等等 然後所謂的科學之母之所以能運用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現場的老師不知道是不是行政啊 但是我會覺得現在老師都要回去 如果有這樣的需求 那國家一定也會 學校都有很多的經費 那是不是可以跟你的需要 譬如說這些APP啊 要讓孩子去使用啊對不對 然後手機孩子也都有 不會只是在那邊滑Line 像我這樣就回東西而已 他怎麼去運用 運用他現在有的科技 去思考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才是我們讓孩子能夠有真正帶著走的能力 不會再永遠是我講的一本數學講義 一本數學講義 那跟補習班有什麼差別 學校的精神就是孩子能夠更多元的發展 那我覺得我剛才在旁邊很淺顯的 聽了正峰老師的這個分析 我有這樣子的感受 就覺得這個數位圖啊 雖然我的學校老師也有把 那個灌在電腦裡面 他們有提出來我們通常都會支援 所以老師們就勇敢的跟學校提出 你所需要的 也許你要上課綱 也許你要用那個計算機 有沒有 不用等到大考考啦 教學就要用到 就像我們英文音聽 不用大考考音聽 我們早就在考音聽了 因為他本來就要 也不用等著要考試我才要教 沒有一件事情都是跟考試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行政資源教學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請各位老師勇敢的跟學校提出這個需求 第一年不可以第二年慢慢的一定可以 那大家一起努力 那最後也真的很掌聲 謝謝我們正峰老師給我們這麼精闢的專獎 謝謝大家 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有請徐建國校長為我們自政感謝狀 給都學以及老師 請大家掌聲鼓勵 謝謝